一些研究发现,过早的初次性交年龄,性班里人数多与前列腺癌有关联,而最近的研究却认为,频繁射精对前列腺癌的发生具有保护作用。 其中一项通过在29000多人的历史发言的研究,发现20多岁是每月射精21次以上者,前列腺癌的风险下降33%,每月射精13到20次者。 机智不明,研究者推测前列腺内存在某些致癌物,规律的射精可及时,将其排出体外,因此从目前的研究结果看,正常的性活动可能会增加前列腺癌的风险。 但应注意性健康,避免多个性伴侣和不结性交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文TGUC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